新港区是中華上法病的鄉堂 民眾比較想要科教教 都會到會團的中華跟你站來看 過來10公里的路程 對要科教教的民眾來說 實在占拔辛苦 因此立位科城坊的服務處 都在新港区安宮基盤機車下向科教服務 讓新港民眾可以儲盡安全的科教教 民眾坐在機車上面 當在新港区安宮 像客大樓後面停車上來拍對 他們都是待會在機車路口的民眾 在新港区安宮 這個停車場去辦機車下鄉口罩 來提供我們在地鄉親 可以有方便在地口罩的服務 可以知道經過到我們的道安獎時 還有很多我們的筆試比試 現在路口 感謝到我們高尊貝議員 在地的很多民意代表來關心 我們很多市場非常高興 有這個可以就進口罩的機會 但是有的市場來緊張 因為筆試要用電腦 我們看很多我們的年輕人 這些筆試都可一百分 這裡也說他們這個路口可以不要緊張 可以注意相關的規則 機車因為省油方便 帶到已經是台灣民眾 在上台北港区 所謂相當的多 因此讓民眾 能夠合法巡邏的東西 但是你黨員也不斷修改科教制度 並且加強交通安全整個選擇 那我們今天來到深港這邊辦下鄉考照 那是希望說民眾取得駕照之後 可以有一個合法上路的一個 組合平正 那不要無照駕駛 那取了駕照之後 上路也不見得說一定安全 那你必須要說一個遵守駕駛規則 那道路上的標誌標線都要去遵守 那要有一個防禦駕駛的觀念 因為怕說別人不遵守的時候 那你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 不要一時的一個方便貪圖之快 然後造成永不能挽回的一個遺憾這樣子 近年來很多駕駛力和交友黨員 都不斷對騎機車的人 感到安全以及方位加速的觀念 就是希望大家在享受方便的東西 也要注意安全 要不要做成自己跟其他人的損失 新中華新聞利品紅行鋼 彩虹波登